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難道老樹我們可能都以為 一定要到大山裡才能夠看得見 有一位愛樹成吃的出版社總編輯 多年來出版了很多珍貴的 自然科學類書籍 今天我們就跟著他的腳步 一起從捷運古亭站出發 展開一段老樹小旅行 我們的生活空間裡面 有這些老樹陪伴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那我也希望說把它變成一個 我們每個人的在生活裡面 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譬如說像小旅行 老樹的小旅行 把老樹的陪伴視為一種幸福 愛樹成吃的張惠芬 大學念的是原藝 就連創辦出版社也都以大樹為題 對於這座城市的老樹 早已如數家珍的它 帶著我們從捷運古亭站出發 展開一段老樹小旅行 這是我們台灣一個民間信仰 因為一般來講 土地公廟旁邊一定會有一棵老樹 這是很自然 就是我們覺得 老樹跟就是跟廟是結合在一起 而且我們認為樹大就有靈 樹大就有神 所以這個部分在 其實在老樹的保護上面 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隱身在近江街長青廟後頭的老榮 250歲的高齡 讓它成為台北市最老的一棵樹 儘管樹生還留著手術的痕跡 但樹冠依舊散發強健的生命力 與一旁的土地公廂 映成一幅台灣民俗文化美景 轉個彎繞出小巷弄 廈門街上的百年老樹 讓我們看見它強悍的一面 它的根式上也非常強悍 可能比我覺得它應該是比榕樹 還更上一層的 就是以它的這種侵略性 跟佔地盤的能力 這個大葉雀龍更強悍 所以你看它整個牆 都被它包在裡面 而且幾乎都要倒了 所以你看水泥 磚 它也都不怕 不過成功一流的它 對鳥兒來說卻是美食的天堂 它的果實也跟榕樹一樣 是那個五花骨 然後比較大顆 那會長在那個枝幹上 所以大葉雀龍也是 就是我們都市裡面鳥 一個很重要的食物來源 只要這邊有幾顆雀龍 那個附近的野鳥 大概就絕對吃得飽 有人甚至把它叫做 那個野鳥的自助餐廳 可以隨意吃到飽 再往前走幾步路 最後一站我們拜訪的是 百年古蹟吉祖安文學森林裡的 老榕樹群 第一個我覺得大家可以仔細的看 其實它最明顯的特徵 就是它的那個鬚根 它從很多枝條上面 它都會長出很多的那個氣生根 就像胡鬚一樣 所以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歡 把榕樹叫做老公公 因為它只要長到某一個程度 就會老太隆重 和大葉雀蓉同屬的榕樹爺爺 同樣有飲花果 裡頭藏有秘密客 如果說你有機會撿到它果實 可以仔細看一下 它就是我們所謂的無花果 它是不開花的 榕樹是不開花的 它的花朵是躲在這個果實裡面 然後它會有一種叫做榕曉楓 是幫它受粉 就是鑽到果實裡面 所以這整個的生態 其實是非常有趣 榕樹的飲花果是鳥兒的美食 而藉由鳥兒排除體外的同時 也散播種子 榕曉楓則是肩負了 為飲花果受粉的種責大任 緩緩相扣 宛如一座生態島嶼 對於城市角落的老樹如暑家蓁 想起這些年人類為發展建設 不斷犧牲老樹的生存權 張惠芬的眼中滿事不捨 我覺得我就是心裡一直覺得很遺憾 覺得說當你面對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樹在跟人的需求衝突的時候 你卻無能為力 往往我們人都是要求樹要讓讓位 而且我們在砍掉它或移走它 我們一點都不會 一點都連疑惑 或者說連一點愧疚的心好像都沒 覺得理所當然 像是會呼吸的古蹟斑 在百年的時間之流中 靜觀這座城市的變化 老樹的美不只是它的倉鏡 還有它默默守護 給予這座城市的溫度